宇洋文教基金會釋出在中正區 一一路大樓空間交由年輕專業團隊 與創整合行銷 改造成創業商務空間 Walking Bar 以24小時營業分隔成 兩間小型辦公室 以及兩間會議室和大客廳等空間 幫助青年朋友用年租或時租的方式 創業使用 熱鬧開幕營運 備受各界肯定 就是一起加入我們改造基隆這個地方 讓創業商務環境更友善 可以讓這個環境更友善 基隆有一個重要的好地方 提供青年來創業 那大家能夠在這樣子的地方 能夠來促進產業發展 這個也是我們產華處這邊 非常重要的工作跟業務 希望能夠讓大家來促成 我也希望 它不是只有這幾個我們創業夥伴 所共同成就的事情 更重要的 它會是在基隆市 在未來競爭的時候 一個趨勢的指標 有了溫風霸的存在 我們未來可能 我們對新的商業模式 對新的科技 對新的展望 會有全新的了解 恰巧到基隆的國民黨主席 江啟成更以立委身分 獻聲祝賀 所以今天在基隆看到 有這樣子的一個共享空間 Walking Space 我覺得是非常不簡單 因為其實離台北這麼近 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我就到台北去就好 甚至包括基隆 所以我認為這是很大的 而且是要做起來 老實講應該也會遇到一些困難 但是願意做 我相信困難絕對也會突破 多位出席的基隆市議員 也肯定這個創業商務空間 Walking Bar的成立 特別對基隆青年創業 留在家鄉有所幫助 除了創業以外 我們也甚至也可以 慢慢的製造了很多就業空間 能夠讓真正的 讓我們在地的年輕人 能夠留在自己的故鄉 好好的安穩的工作 也同時照顧家人 孝順自己的父母 這麼好的一個創業空間 不會是第一 我們希望未來 我們就是可以很多 很多的這個 這個鄉政國平 Walking Bar 這個Space的空間可以出來 那我們希望說 這個是好的一個 新的一個開始 那也希望未來可以有 更多的創業人才 可以來進入這個場地當中 交通建設應該會是 我們未來要努力的地方 那也要拜託我們 江委員 江主席 交通建設可以幫忙 支持一下我們的基隆紀錄 讓他完成這個東西 我們才有可能 在我們台北 新北 旁邊的基隆 有可能吸引到 更多的年輕人回鄉 或是進來的基隆 全台灣第一個青商會 在基隆誕生 至今 你算大概有多少 台灣的基隆 是基隆頭 我們要恢復到 這樣的榮景 希望大家留在基隆 創業幫我找出 找回這樣的榮景 出席開幕儀式的許多位 來自基隆和台北商業界 和社團等各行各業的負責人 不乏自行創業有成 對於基隆市有這樣一個 分享工作室空間的地方 協助青年創業 也表示支持和肯定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於剛才會完成 burst out 距離 三